嘉瑜老師你在幹什麼嗎 這是什麼說 我在看《斗術全集》 借我看一下 借妳看一下 好來 這寫中文耶 按摩 我都沒有了解她的意思 妳可以解釋一下嗎 其實我們現在上課看到的格局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斗術全集》《斗術全集》 《斗術全集》跟《斗術宣威》這三本書 那每個流派的老師呢 其實他們也是都是參考這三本書上面的格局 那《斗術全集》呢 它上面雖然標示的是北宋晨熙所寫的 但是很奇怪喔 妳畫裡面卻是白玉禪說的話比較多 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因為我也不認識陳希怡 也不認識白玉先生 那就很奇怪 因為陳希怡先生啊 他是北宋 哦 北宋 對 但是白玉禪 哈哈哈哈 你是北宋 是北宋 好 對 那白玉禪先生呢 他是南宋人 那是不是很奇怪啊 兩個人相隔了數百年耶 古人他們寫書都會習慣掛一些名人在自己的書底下 都說是某個名人完成的 我覺得這方法很好 以後我寫書就掛大哥老師的名字 對 那其實呢 這個就像紫薇斗術一樣 一個很龐大的命理的命理學的體系 怎麼可能是由一個人完成的呢 嗯 而且紫薇斗術他是經歷了一代一代的去修正 才會完成這麼大的一個命理體系 那我們現在呢 研究發現了 其實紫薇斗術呢 起源於我們唐朝的詹心學 其成是於 那中間呢 詹心學經過了 轉變成紫薇斗術呢 其實他必然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例如樹天積太乙金經 葉綠經 這些著名的命理書籍呢 裡面呢 其實都存在著 紫薇斗術七正四語的引字 嗯 那由此可知呢 紫薇斗術呢 不會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 嗯 更不會是一個人所完成的啊 對不對 有道理 是不是 所以就像大根老師寫完書 也是需要人家幫他教導 對 都要你們幫他教導 大根老師請好好珍惜我 對 另外一個問題是 陳希怡跟白玉成呢 他們兩個的共同點喜歡 煉丹之術 是那個戲裡面演的 會追求長生不老的 然後吃吃了 結果 重金屬中毒 哈哈 那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這樣的人 來研究命理 我覺得 有點奇怪耶 對啊 他不是應該著作應該是要 我的煉丹大吉 對 怎麼樣才可以五化成仙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怎麼會去在乎 命理這件事情 今天很奇怪 是啊 好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在學習指揮斗數的時候啊 是不是應該要用更宏觀的角度 看這個這麼大體系的命理體系 可是我這樣聽完啊 我就聽到了歷史故事 然後以及格局主要是從那三本書裡面 就是集結出來的 可是我還是不懂啊 什麼叫做格局啊 好 那很多人呢 在學習斗數的時候呢 會去習慣背很多的格局 我知道 跟背九九成發表一樣 三三得九 好 好像在念咒語一樣 對 其實這些格局呢 是來自於 斗數全書裡面的很多的口訣 但是呢 如果我們只是背這個格局 我們沒有辦法全面性的去了解 這個格局去解讀這本書的時候呢 所以就變成我們只是背誦格局 但是不了解 這個格局背後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難怪我數學都學不好 因為我只會被九九成發表 還沒好用 我 你後面還要算小 我會早計算幾出 不要緊 所以咒 格局要組合成必須要有它足夠的條件 才可以形成格局 我念一組給你聽看 好 君臣慶惠才善金幫 我覺得你跟我講的時候 我好像聽到了天書 就是明明是中文 但是我卻不了解它的意思 那其實格局呢 就像我們打麻將一樣 有一個台數很大的 叫做大四行 那大四行呢 它必須要湊齊東南西北各三張台之後 再湊一個順子 任何一個花色的順子跟對子 才可以組合成大四行 那這樣才算數 那也才能服牌 那格局也是一樣 喔 就跟我吃那個大三圓 有開心果 葵瓜子 葵瓜子 要一起吃才開心 所以呢 比如說我們在學 君臣慶惠 財散金幫這個格局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看這個書中它寫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呢它書中寫的意思也是 一個格局的完成必須要綜合很多的條件 它才會組合成一個格局 不是只有一個單單的條件就可以喔 要評估綜合才算是完整的格局喔 如果是君臣慶惠閣的話 他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才有像大三喜一樣湊足他要的條件 因為我看他寫成這樣啊 因為他都寫古文 我就有看沒有懂 那君臣慶惠閣的意思也是說 紫衛心呢 他要三方四正呢 會到天葵天月卓府右臂天主天象 他才符合這個皇帝開Party的條件啊 那還有書上會說 有些書會寫紫衛心會解餓 的原因也是這樣 他如果沒有搭配到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其實紫衛心是很怕殺雞的 那他不就如果沒有會到 他連解肚子餓的功力都沒有 因為我又不吃紫衛 我也不是羊妹妹 是啊 所以他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才可以 那他如果遇到詐欺的時候 我們就會像安慰山一樣 最後沒有成功 喔 原來如此 對 那我有一個眼神的問題 如果有君臣慶惠閣 可是不是在我的宮位 那不就代表可能我爸爸有君臣慶惠 我媽媽有君臣慶惠 我的小孩有君臣慶惠 不就跟我沒關係 跟你沒關係啊 好了沒關係 反正我的盤上也沒有君臣慶惠閣 沒有關係啊 運線會走到 那運線走到就是你的囉 喔 如果有這個格局的朋友 就趕快看看你的命功 運線是不是會走到囉 如果喜歡格局的朋友 未來嘉瑜老師會在一系列的影片當中 跟大家介紹就是有關格局的部分 那我們也工商廣告一下 在今年年中 大根老師會再出版一本書 然後他是台語改運之書 裡面也有寫到一些相關的格局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購購 但因為這個東西還沒有上市 所以大家就先期待囉 謝謝大家 掰掰